我们做会比较简单 第一个的话 因为我们会需要什么 把那个档案下载 下载特别注意是一个DIP档 你把它按右键解压说字词就好 解出来里面有25个档案 那我们需要怎么样 把这些清单 如果我有这个清单的话 那自然我就可以跑个回圈 把里面清单 一个一个逐一逐一个 有前面的C十节底下的目录 哪个目录的哪个档案 之后的话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写出去 跑回圈写完就OK了 那可是问题是我怎么知道 这里面目录有几个 所以有几个方法 以前我们习惯 如果你会用DOS的话 以前的话是什么 第一个请各位学一招 你油标一样点上面 点一下上面 打个CMD Enter CMD其实就呼叫那个命令提示资源 就是DOS Enter 他就跳 这个 在这个 这个上方打的好处就是说 他会自动帮你把你现在所在的那个目录 还有那个磁碟机位置 自动帮你把它放在前面 那也就是说你不用再像以前要什么 要切到C CMAR 然后Enter 然后CD进入到什么user TypePay download 哇他进很多 不用你就直接进到这边了 那我们只要做什么呢 在DOS底下有一个方法 我以前还蛮常用的DIR 应该会吧 DIR就是这个目录里面 有哪些档案 但是它里面是完整的东西 那我要 如果我要什么 一个清单的话 你就斜线 斜线的话是右上到左下 斜线B 我怎么知道 其实斜线问号也可以 Enter 他里面跟你讲斜线B是单纯格式 那我就什么 DIR斜线B 大小写都可以 Enter 你会发现他就帮我把什么 把这里面目录所有东西列出来 那如果说我希望把这个目录里面东西 输出成一个什么 一个档案的话 其实这也可以学起来 DIR斜线B加一个大余 大余在这边其实是会出的意思 会出 档案名称叫DIR.TST 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刚刚看到的东西怎么样 会出成一个TST的档 Enter OK 那我们看一下 在我根目录底下多一个DIR 打开来你会发现 这边就是我们要的 总共会有25个档案 但是第一个那个什么DIR避开 所以我可以用for i in range 从1开始 因为他这个是0 避开他 底下就是我要的 那接下来我可以什么 开档 开档之后再什么 把它写档 然后一直跑回圈 所以第一个 我就把DIR开起来 所以这边的话F等于open 把那个在根目录底下的那个DIR把它开起来 用realize把它全部读 读到哪里呢 读到list1里面去 意思就是说 刚刚刚这个目录里面的 所有的东西呢 他都会一个一个帮我读到这边来了 OK 那我只要避开第一个就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目录的位置P open open 那这边的话特别注意哦 我如果要把什么 把这个档案整个读取的话 比如三重里面所有东西 把它读到 全部读取的话 特别注意哦 请你用什么 点read 不用realize 刚刚realize是读一行 realize是读成串列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要串列 我是要把它全部读取 那特别重要第三种模式 read就可以 read就是把里面的东西 所有东西读出来 放在c 而且是一个字串 特别重要read 所以其实基本上 读档大概三种模式就够了 这三种应该就够用了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什么 一样open一个档案 放在哪里呢 放在根部屋底下 or嘛 后面记得呢 a模式 你不能用w哦 ok a模式是我开一个写出去 他会帮我写到下方 一直往下放就对了哦 然后呢 记得把它write出去呢 把这个read的这个c 有没有 放在这里 记得最后后面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换行 因为如果你没有换行的话 他这个档案哦 基本上呢 这个这个档案的最下面哦 他最后一个呢 基本上哦 他不是一个换行 其实 是不是换行哦 我建议你不用记事本开 我建议你可以用什么呢 用那个nordpay++开 因为nordpay++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后面的那个符号 那最后一行哦 其实是没有换行的 有没有 他有个crf 那最后一行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 补一下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就会多一个换行 那最后一个两个 全部跑完之后 就合并完成 就这样OK哦 试一下 你看 合并 这样哦 合并 而且非常快 可能不到一秒钟 哦就出现 全部就合并成功了 OK有没有 三重中立 一直到好像凤山吧 全部合并完成了 哦这样就OK了 而且陈师妹一起行 大概就这样 那下个礼拜哦 我们再讲就是 可以合 也可以分 OK 所以回去试一下 可以把它合并哦 如果说我要把它分割出去的话 该怎么做 OK来 那今天的话哦 大概就是讲到合并部分 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 自己再把这一题哦 试着做做看 我觉得哦 这个合并跟分割 在Python里面 真的太简单了 没什么技巧 哦 而且以后可以配合资料库啊 你可以把大量的资料啊 瞬间就把它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以后看你要怎么切割 就可以快速的把它切割 按照你的要 所以以后啊 人家跟你要什么资料 就会非常简单了 OK哦 所以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